这种做法太精致完美了 夏天要到了 你们一定要学会这道干贝冬瓜 我都是直接冬瓜切丁和干贝一起煮就好了 做给爱的人吃 肯定要更用心 只要多做了这两步 味道就有质的提升 真是充满了爱呀 蒸好的干贝 把汁滤出来 这个汁留着等下要用 剑子用清水和麻油 尽量两个小时 锅中烧水 再放两片生姜去腥 把洗干净的剑子放进去 烧水把剑子漏全部都拖出来了 就可以倒起来 把漏取出来 汤留着沉淀一下要用 嘿嘿我看出来的 其实也就多了这个鲤鲤笼 是啊 这就是个小窍门了 一通就百通 你通了没 大家知道这个鲤鲤笼 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吗 冬瓜去皮去腩 把冬瓜泡成丝 每条冬瓜丝上面 均匀的裹上土豆淀粉 烧开水 把这冬瓜给放上去 盖上盖子 大火蒸三分钟 把蒸好的干贝 然后拆成丝 时间到了关火 现在这个拿起来 把另外锅烧开水 把蒸好的冬瓜丝放进去 焯水 一滴滴 关小火冬瓜丝搅上 捞起来泡入冷水 油烧六成 把这干贝放进去 把炸酥倒出来 盖子旁边做败娘 打一个蛋清打散 打好的蛋清里面 加点水粉 要鼓一鼓 鼓上了 把锅烧热 油 生姜丝 放进去煸一下 倒入刚才 烧箭子的汁 蒸了干贝的汁 箭子漏 把这个冬瓜丝换进去了 现在给它少微煮上一下 盐 先撇一撇红沫 然后加点胡椒粉 倒入炭筋 起锅前换入猪油提香 面上撒上干贝酥 再换到枸杞 你还没有点赞